大稻埕過去有細窟之稱 為了讓觀眾了解當年細窟的發展 大稻埕創意街區發展協會舉辦特展 從布袋戲街 施館巷 以及大橋頭那台戲 兩大主題 帶領觀眾了解細窟文化的發展脈絡 這次展覽的部分 其實主要是針對細窟的東西 去做一個延伸 因為很多人對細窟跟大稻埕的一些 印象或是觀念可能沒有這麼熟悉 我們就透過一些脈絡上的 去重新整理跟呈現 讓大家去知道說 原來細窟跟大稻埕之間的一個關係是怎麼樣 包含了我們從大家比較常知道的兩周街 就是施館巷這一帶 有很多布袋戲的這個部分 然後慢慢延伸到這個大橋頭周邊 有很多的各代戲團 都在這個地方去聚集 然後透過這次的展覽可以去呈現出說 原來在大稻埕的這個地方 之所以叫細窟 是因為有這麼多相關這些戲曲元素在這邊 所以才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做一個這個展覽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是還蠻難得 一般人其實看不太到 大家可能對比較有印象就是 關於只有布袋戲跟演出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希望可以呈現出 他們在整個布袋戲的這個 包含從演出前到演出的中間 他們中間可能會經歷過的哪些東西 去理解說原來布袋戲的一個產業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還有包含他們去做的一些相關的紀錄 去呈現當時的一個 演出布袋戲的一個狀態這樣 大同區的梁州街 大稻埕在地人稱為師館 師館巷或師館仔 許多布袋戲團 傾系的聯絡處都設在這裡 其中小戲園布袋戲團 更是讓戲迷們津津樂道 在這邊我們會希望是透過這個 師館巷它跟布袋戲脈絡的一個由來 讓大家去認識說 大家可能來這邊會知道梁州街 叫師館巷或是布袋戲劫 可是對它的脈絡 跟它以前有哪些團體在這邊 其實可能不一定有這麼樣的熟悉 那我們透過了一些脈絡 跟這些文物的資料的整理 讓大家去理出說 原來以前在這邊有這麼多的布袋戲的團體 在這邊去進駐 那這邊還有跟一些 比如說跟文具行的一些合作 讓大家 在地人當然是對這些事有他的回憶在 那同時我們也會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以前師館巷在這邊 是真的有一個師團 是在這邊 所以才叫師館巷 那以及後面的這一些 剛才我們有提到 就是希望是來透過以布袋戲的部分 來去呈現相關的脈絡 所以我們這次是以小西園 來作為我們的一個代表主題 去從小西園跟這邊的一些茶室 還有這邊的一個脈絡 來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這個布袋戲劫 在當時是有多麼的心盛這樣 那這次跟小西園這邊有商界的 一些展品類的部分 比較多都是會跟他們在演出之前 或者是可能在演出的這個過程當中 會比較可能會用到的一些展品 是一般人可能比較 除了布袋戲之外 比較難去接觸到的東西 包含當時演出的時候 需要製作這樣的一個演出證 去證明說你有哪些人 可以來去參加這些演出 那當然還有包含的像是這個戲單 就是有些人要來請這個小西園 要來演戲的時候需要一個證明 就像現在的收據一樣 那還有他的一個專門的格式 讓大家來去看 那當然有類似像記帳簿這個東西 就是記錄說你大概什麼時候 要去演誰的戲之類的這些東西 以及蠻特別的就是這個 許王老師他的一個手抄的劇本 那其實他可以用一夜去演完整唱的戲 那其實這個是蠻難的 你就像現在很多偶師其實都不一定有辦法看這樣的一個劇本 然後去演完一整齣 算是許王老師蠻厲害的一項技能 那當然最旁邊還有一組就是這個 他當時非常紅的龍頭金刀俠的布袋戲偶在這邊 那當時這個布袋戲是非常的轟動 那還有聽說就是這個戲米 就是因為這齣戲已經演了很久 那戲米其實還等不到他的結局 就已經先已經離開了這樣 就是當時對於這個龍頭金刀俠是當時蠻紅的一個狀況這樣 另外一尊布袋戲偶算是以戲米的角度的部分來去呈現 那這個柯這個戲偶的是這個賴永廷師傅 他其實也是有師承就是陳錫王老師這邊 那他這組作品是他15歲的時候的一個作品 那當時因為他其實也沒看過龍頭金刀俠的這個布袋戲 還是聽他父親的轉述以他的口述去刻出他的樣子 然後就是他刻出來的樣子 所以就會跟原本的龍頭金刀俠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但是就有點像類似致敬去呈現當時對於他們那一輩 對於這個龍頭金刀俠的一個在內心的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角色這樣 展覽中還呈現大橋頭那台戲的發展興衰 極盛時期有50多個戲團落腳在大稻城 電視的開播讓那台戲逐漸視為 而精緻的戲服卻倒出了當年的盛況 那戲服除了有很多跟戲有關的這些演出的團體之外 其實也很多戲院在這邊去演出這些戲曲 包含了像是早期的永樂作拉第一劇場 以及以歌仔戲這些為主的這個大橋戲院 當然現在都已經看不到了 那當然在大橋戲院這邊其實就是在大橋頭的周邊 那剛好也有蠻多的歌仔戲團在這邊 因為就就近去在這邊組團了 那所以說呢 這個我們就找了這個民權歌仔戲團 作為我們這一次主要的展出的一個對象 因為他其實在當時成立到現在也已經有50幾年 也算是一個在地的一個歌仔戲團 那當然這個民權歌仔戲團的團組跟小戲院 其實也是有一些交情跟關係在 那所以我們透過了這樣的一個展示 跟他的一些資料去讓大家知道說 噢 早期歌仔戲在這個地方的一個演出跟他的一個生活形態 然後去認識說原來這個地方除了這些很多的歌仔戲團 在這個地方之外呢 那他們大概會有怎麼樣的一個演出的方式 以及對於這個想說後來歌仔戲的一個像是電視興起的後來的一個變遷 然後慢慢影響到一些歌仔戲的一個從外台戲 內台戲的這些發展的一個變化 就是因為這個團長他其實有一本這個資料 就是有去介紹當時的一個台北市地方戲劇協會的會員手冊裡面 有一些關於會員的資料 因為當時要演出都要參加這個協會 所以在我們的資料去整理的時候就會有發現說 原來在迪化街大稻城跟大小頭這一代的這個戲團 其實大概將近就有50多個是在這個地方去聚集 所以從這個資料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大概是民國59年左右的資料 那個時候在這個地方就有蠻多的這個劇團 那這次這兩套是這個民權歌仔戲團 他們從創團以來到現在還保存 而且是現在可以穿著運作的戲服 那一套是這個女蟒 那一套是這個黑蟒 那他們所代表的這個角色部分的話 像是女蟒的部分大概就是比較身份地位高的這個女性的角色 比方說是後飛之類的 那黑蟒的部分就是會比較屬於這個 有身份的這個官階或是是王爺之類的來去穿 那當時這些手工其實做的都還蠻細緻的 那保存到現在50幾年 而且還可以穿其實還蠻難得 有機會去看到這樣戲服 實際在大家的面前去做展出 因為一般大家看到的舞台其實都有點距離 你很難看出這個戲服的上面的一些細節 那我們這次有在跟這個民權歌劇團借他們在平常就是後場會使用到的一些樂器 那這次的樂器主要是以文廠樂的樂器為主 包含了像是選樂的這個大廣弦跟可選的部分 那以及這個唢納 那大家是有機會可以來這邊看一下這個實體的部分的展出 雖然這邊可能不一定聽得到音樂 但有機會在欣賞他們的歌彩戲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去注意聽聽看看這些是 有哪些樂器去發出的聲音這樣 黑白老照片與劇團文物訴說當年戲曲風華 而透過展覽除了讓參觀者重溫那段美好的回憶 也為大道成戲呼文化留下見證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